近期我们看到39个亚洲人偷渡死亡在冷藏车的事件 可以说是震撼了中国和英国 那么最初报道是看到说这些人都是中国人 但是现在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 这些人并不是中国人而是越南人 并且到目前为止 国内也是没有任何家属出来发声 说是在寻找失踪的亲人 反而是在越南家庭当中不断报案家人失踪 那么是中国人的可能性是越来越小 那么相信过几天就会完全得到确认了 其实一开始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 说39个死者全部都是中国人的时候 不少人都很吃惊 因为按照正常来说 按照这个数据的推算 一旦是人均GDP差距缩小到4到5倍左右的时候 从中国偷渡出去打工 在经济上其实就不太划算了 那么大陆和台湾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十几年前台湾新闻上 这个大陆偷渡客可谓是一些热门的话题了 那么台湾还因此是建立了很多收容所 来专门收容大陆的偷渡客 然而到了2010年 这个偷渡的新闻就已经是很少出现在 媒体报道里面了 那么这个偷渡基本上就可以说是已经停止了 但是当时这个大陆和台湾的人均GDP对比 就是4倍左右 这个是个非常有趣得出来一个数字 可以给大家作为一个参考来对比 是否存在一个偷渡的这样的一个可谋利性 是的 那我们来看到我国和欧美日这些发达国家来比较的话 2018年内地的人均GDP是9635美元 今年预计差不多会达到1万美元 而发达国家的人均GDP门槛是2万美元 所以我们把对比的这个标准再提高一些 按照发达国家的人均4万美元来计算就好了 比如说像日本2018年的人均差不多就是3.93万美元 差不多刚刚好是内地的4倍 那么人均GDP的倍数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到这个内地的一些朋友 如果要偷渡去发达国家 显然来看就已经不是那么的划算了 这个欧美日发达国家普通人的收入中位数换成人民币的话 差不多就是1.5万到2万一个月 就相当于比如说香港人 2018年月薪的中位数就是1.75万港币 差不多就是1.6万人民币 那么在欧洲英国是收入还不错的国家了 2018年人均GDP是4.256万美元 是中国的4.42倍 按照英国统计局官网的资料就显示到 2018年英国人周收入的中位数是569英镑 大概也就是2万块钱人民币一个月了 所以我们来假设这些打黑工能够到达英国 那就算是找到了一个符合当社会的中位数水平的工作 也就是月入2万多一点人民币 一年下来也就是20多万块钱 看起来这个收入似乎还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它背后付出的代价其实是非常高的 一来是高额的中介偷渡费 导致说这些偷渡的黑户的一些人 基本上都是要把前两年收入拿来还债的 而且一不小心 如果说这两年之间被警察抓到了 而且要遣返的话 那么这个钱也就得白花了 这种情况可不是没有的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劳动风险 打黑工就意味着是缺乏议价能力 有可能是遭遇到超低薪水 超长劳动时间和拖欠工资 尤其是当地经济如果不景气的时候 找工作就更加没有那么容易了 偷渡者被雇主欺负的新闻 其实我们也并不少见 再有一个就是这个物价成本 一年挣个20多万 但是当地的这个物价更高 即使在吃和住上面 你省吃减用拼命省钱 万一你要是生病的话 又是一笔高额的支出 那么欧美日这个发达国家 如果说是没有医保的话 是不存在你在国内看个感冒 其实几十块钱就能搞定 没有这么好的事情 确实 这个物价低有物价低的这样一个好处 所以当然另外除了这个物价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情感的成本 那我们看到这些黑户他没有身份 那也是没有办法来坐飞机回国的 所以说只能黑在当地 长期不回家 那么准备黑几年呢 不回国呢 那么三年是肯定不够的 因为这是刚刚把这个偷渡债还完 那么还清没多久 五年也还是不够的 因为攒的钱还不够多 那么准备说八年甚至十年不回家吗 那么二十多岁出于打黑工 一直不找对象 不找结婚 等到十年之后呢 人可都得三十多岁了 这个问题好现实啊 年龄版在这呢 那最后还要说一点 就是这个机会成本啊 这个是更加重要的了 人均GDP一万美元 只是中国全国的一个平均水平 如果愿意这个背景离乡 提高收入的话 完全可以到国内收入比较高的一个大城市来打工 就比如说像一线城市啊 或者是强二线城市 人均的GDP已经是到了两万美元了 那么这个已经是接近到希腊 葡萄牙等等这些入门级的发达国家的水平 进入到发达国家人均GDP的门槛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在这个北上广深啊 比如说就送个外卖 那好好干的话 一个月五千到一万块钱的收入呢 也还是可以达成的 而且这还不用说支付什么任何的偷渡费用 想回家也容易 坐个高铁就可以回家了 平时网上搜索 有没有打折的机票 几百块人民币也就可以回趟家 那这比从欧美国家要飞回国是便宜多了 更何况呢 国内的薪水呢还是在涨 出去十年付出太多 那回国一看啊 发现已经是一片沧海桑田了 因此啊 在中国和发达国家收入差距 大幅减少的一个情况之下 国内的各种非法出国劳务中介 想要吸引到国人出国务工啊 也就会必然来夸大国外的一个收入水平 只要你现在用这个搜索软件来搜索一下 这个出国劳务 你就可以发现有大量这样的一个内容啊 人们看到出国劳务中介啊 几乎所有的广告都是 必然是这个月入两万以上 或者是三万以上 这是一个高于当地众位数水平的一个 至于这个真实与否啊 其实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 那么看到这个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目前在世界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水平呢 在全球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双重认定的三十多个发达国家以外呢 未来仅有中国匈牙利波兰 巴拿马四个国家是有比较稳土的希望是可以迈入到发达国家行列的 其中巴拿马的人口更是只有393万人 也就是说总体来说啊 现在的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全球来看是仅次于发达国家 在发展中国家当中呢 都是属于第一流的水平了 实际上不少国人出去旅游之后 有的就会有一些发现 有的所谓是到一些发达经济体去玩啊 尤其是在一些发达经济体中 处于一个入门水平的国家 就会让人产生一种 原来好像这里的生活水平也不过如此的一个感觉 好像并没有中国好很多的一个感觉 有很多地方可能还甚至不如中国的感觉 也就是说啊 这个中国国民生活水平是仅次于发达国家 但是又领先很大多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这个是一个非常真实的情况 确实 但是我们在另外一方面 我们又经常会看到各种文章 列举一些数据 比如说呢 目前只有1.3亿的中国人拥有护照 只占到人口的9% 有10亿中国人没有坐过飞机 80%的家庭人均月收入是不超过3000元 而中国人是仅有40% 具有本科以上学历 然后说啊 这个才是真实的中国 那这也是让不少人产生一种 原来我月入3000块 在中国人当中算是不错的一种感觉了 还削弱不少年轻人向上奋斗的一个斗志 其实我们就是来看一下这些数字 来回答一下 为什么这些数字是无法撼动中国人的生活水平 其实在全球范围之内 仅次于发达国家 并且是未来二三十年 最有希望基深发达国家行列的候选国 这一个事实 就以我们经常看到的 只有1.3亿中国人拥有护照不到这个9%的这么一个数字 没例子 我们来先看第一个数据 就是根据新华网19年报道 预计2019年我国拥有护照的人数 就会超过2亿人 但如果按照14亿人口来算的话 将会占到人口的14.3% 也就是三年时间 护照拥有人数升了55% 远远超过GDP增速 预计到明年底将会有2.4亿人拥有护照 到时占比就达到17.1% 当然了这么一看 好像比例还是很低 但是我们就和美国来比较一下好了 所以这么一很想比较的话 感觉一下外国的月亮也不是特别的圆了